原本父女亲密无间,可如今,父女之间却充满了不理解和怨恨。 短短的几天,女儿为何对生病的父亲如此害羞?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? 敬请收看,新姐。 五年时间,画一幅画。 他挺直,放弃自己的工作,欠下十万元外债。 他这种精神确实令人惊喜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基文心如此的执着? 每周五次,每晚六点,要是七套,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。 河南商丘古宋乡的吕秀娥大嫂家,这几天突然闹开了锅。 不知道怎么了,一直很乖巧的女儿陈晴,突然变了,被自己的父亲像是仇人似的,而且还坚持离开这个家去外地打工。 女儿才十六岁,从来就没出过远门,这下可把吕大嫂给急坏了。 为什么突然会这样,她为什么会讨厌自己的父亲呢?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? 这就是陈晴,才刚满十六岁,从未离开过父母。 可是就在今天,她却突然宣布要离开家去外地打工,而且态度坚决。 那件事不知道我也认了,知道了现在我就受不了。 究竟是什么事让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不愿意待在家里? 就在这个时候,陈晴的妈妈吕大婶进来叫陈晴,去帮我吃饭。 本想着,在女儿离家前,陈家人好好吃上一顿饭,可是陈晴就是不愿意。 看来她的离家确实和父亲有关。 可是陈晴的父亲陈凤山,连走路都有些力不从心,陈晴为什么会对父亲如此态度呢? 这还要从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说。 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,对于陈晴正是如此,因为她觉得这个消息可以改变她一家人的命运。 如今有机会上重点高中,牵出一片光明,这对于陈晴来说当然很重要。 可是她却没想到好消息,却成了坏消息。 陈晴,那爸爸也不能动,打了这些都是我姐干,也干不上那爸爸活的,你这个学员不上让我。 难道陈晴是因为不能上重点高中而生爸爸的气吗?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? 陈晴这孩子挺没电用,因为家庭的原因,如果上边活动,确实可惜。 老师告诉我们,陈晴是个好强的女孩,为了上大学学习非常刻苦。 陈晴现在,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。 陈晴的心理究竟是怎么想的? 我心里很难过,但是我知道家里面特别贫困,所以我还没想别的。 陈晴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,那么为什么她还埋怨她的父亲? 我亲家妈妈埋怨爸爸12年前,不应该做那一事,不然家里面也不会那么贫困。 妈妈骂爸爸的话让陈晴感到很奇怪。 爸爸陈凤山12年前究竟做了什么? 那些事情为什么会影响到她上本学? 这件事把我们家的命运全部都改变了,我就想搞清楚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。 思前想后,陈晴决定去问问爸爸。 爸爸让陈晴在柜子里找出了一本红色的甲状, 甲状上尽意勇为四个大字,一下子跳了出来。 那么为什么救人,不让陈晴的爸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? 来着蒋状让爸爸告诉陈晴,这件事发生在陈晴。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,北风呼呼地挂着。 我去卖这个贝赛,你要拢过那个古宋鹤,出来桥上。 这个桥是老宋乡许多村的必经之路。 这时,桥上有两人自行车上了几两个方向的习惯,突然意外发生。 那个桥上给那个一个斧妮带着一个小二,想撞。 由于桥上没有栏斑,最撞的母子就同自行车上直接掉进了冰冷河里。 母子俩在河里不停地挣扎。 陈大叔知道,这条河大概有三米深,如果不马上把他们救上来,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。 我也没考虑到一起,我就马上把这个面移到这个桥顶口水中了。 还没等游到母子俩身边,河里的陈大叔就觉得也是不对劲。 陈大叔感觉到有股力量在把他们水里拉,这会怎么办。 此时的陈大叔脑袋里想到了家里的营养的成绩。 他知道家里如果没有他就会全死。 突然间,一股力量有让人伸,陈大叔同工地浮上了水面。 由于离孩子比较近,陈大叔先把孩子救上来。 上完案,他发现这时候河边已经围满了人,而那个把母子俩撞下河的中学生,到已经不见了的宗面。 河里,孩子的母亲仍然在挣扎,周围的人并没有下河要救我。 那时候我不救他,救我这个眼睛。 无奈陈大叔再度下河,于还是穿着吃重的衣服,他经历了好几次的浮沉,才把那名妇女救不上。 就让那以后,就带车,我在母子俩撞下河。 陈奇想不明白,爸爸都平安回家了,可是后来怎么就病得那么严重呢? 后来以后带几天,就是河上都不舒服了,发烧,干得发烧。 当时在看病时候发烧,他是高热,三十九度五度。 没想到高烧退了以后,陈大叔却病得更厉害。 开始是要往前就没离了,慢慢的就不能弄了。 一样弄的时候,我就是打交变都不止觉了,没止觉了。 原来河里挺好的,他从这个,自从这个出现这个事以后,这个河里反正得了个,得了个病。 家里的顶梁珠倒了,陈家的日子就一落前绽,家里的一切只能靠陈奇的妈。 我有时候上课也帮不了我妈妈一些忙,几百斤的那一堆化肥对我妈妈自己去扛,请妈妈一个人累得值不值得,看得特别心疼。 虽然董事的陈奇也帮着妈妈办活,但生活还是很艰难。 很多时候,陈奇的学费只能送你一份气。 那么原本身体很好的爸爸,变成现在这个模样,真的跟那次救人有关吗? 河里家里人,浩强的陈奇拿着爸爸的病例,找到了曾经给他爸爸看过病的医生。 他这种疾病呢,是一种风湿性的关节疾病,就是风湿性关节炎。 通过对他自己的病史的了解,以及对他进行的监察,我认为还是和他那一次救人是有关系的。 看来那次救人的确是使陈奇爸爸生病的直接原因,那么这个病能治吗? 风湿性疾病治疗起来很慢,不能受到很快的效果,所以要坚持服药治疗。 可是现在,家里连陈奇上学的钱都没有,哪还有钱继续治病? 现在,家里连陈奇上还有一万多块钱。 我现在来救人不贫好。 从医院回来,陈青决定去外地打工,挣钱给爸爸治病。 这个时候,他的心里又有了另外一番打算。 那对被救的母子,现在还能找到吗? 他们知道陈青家现在的状况吗? 十二年前,父亲救人患上重病。 十二年后,家庭贫困,女儿无奈辍卸。 被救者是谁? 是否知道陈青父亲的情况? 他们能否伸出援助之手? 请继续收看新节。 知道了父亲生病的确跟救人有关,陈青一看到父亲,心里就很心疼。 如果当年父亲不去救人,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。 会让陈青心里不舒服的是,虽然父亲救人的事得到了任何,但是这十二年来,那对被父亲救起来的母子,一次都没有来看过父亲。 他们能不能不知道父亲生病了吗? 我走之前一定要见到那对母子。 陈青瞒着父母四处打听,终于打听到,那位被救的母亲叫王玉琳。 她的丈夫姓孔,又住在不远的陈老寨村。 可是这么近的距离,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父亲? 他们见到他,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? 陈青在村里面继续打听,可是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,回答基本上都一样。 难道那对母子搬走了吗? 还是村民不愿意说问的话? 陈青决定改变问的方法,这么问会有效果吗? 我问一下,你只要像空的那一家在那吗? 像空的,你只要有像空的吧。 陈青终于见到了被父亲救上来的王大婶。 可是王大婶看起来,却不愿意见到陈青。 一年都十三年了,你知道我,这个处理这个事都十三年了。 大概是几年跟他这父妈的,就来这房子就出租起来,就啥小酒吧。 我们跟他小酒就是来看看那家什么好不好。 他救了我呢,我下时候我得撑着跟他那边说。 我下时候我跟他说,不能跟他忘记这个救命为人,你说是了吧? 你看,你看,你看,你这就不出了不起了。 你看,只不可以给他假的,假的就给他救了,救了你也假的。 那我现在要妈,出去打过去了,你要不要一看来啊, 走走走走走,像陈青那样,就是想看看啊,爸爸。 这个陈青杀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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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的。 陈青听了出来,王大婶啊,就是害怕陈青,是来讲他要钱的。 虽然王大婶表示,他也很感激陈青的父亲,但是他的态度并不好。 这次见面以后,陈青心理是怎么想的呢? 其实一见乌克兰他们家挺困难的,原来想说的话也就说不出来了。 原本陈青是打算去深吵王大婶的,但是看到了王大婶生活的也不好,他后悔了。 他终于明白了,这位大婶多年来,为什么没有来探望父亲。 虽然陈青理解了那位大婶,但他还是无法平衡,毕竟家里这几年为内奸意外受了太多的罪。 那么这些年来,陈青的爸爸有没有后悔过呢? 陈青决定尽快去外地打工,可是就在他去火车站买票的时候,陈青的心结竟意外的。 打开了?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 我在我前面的老太太突然滑了一下,我想都没想了就把她扶住了。 看见老太太没事,我心里挺高兴的,但是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台阶也挺后怕的。 如果我当时没有上了的话,恐怕我和那个老太太一起都滑下去了。 那一瞬间我想到我爸爸去人的时候,可能也跟我现在心情一样吧,好像是没有选择和思考余地的。 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,一切在屋檐中。 但陈青拒绝了大家对她的帮助,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。 经过一番波折,16岁的陈青真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,走出阴霾迎来寝空。 她告诉我们,如果不是知道了爸爸当年救人的事情以后心里的不平静, 发生在台阶上,一个小小的福人经历,她肯定不会体会到那种做好事的满足感。 也许被帮者是否感恩根本都不重要。 送人玫瑰手流鱼香才是最最重要的。 记录真实,服务名声。 生活五六七,和你在一起。 五年时间,万亿一幅广。 他挺便宜的。 放弃自己的工作,欠下十万人外债。 他这种精神确实令人精彩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,让西文心如此的质弱? 千百万家安居乐业,百家门业。 每次回家,我都要给妈妈带她最喜欢的传话洗衣粉和洗洁精。 干嘛? 我们家隔壁就有一家超市,买传话的产品可方便了。 传话,办您生活每一天。 更多加盟智慧信息近在333114.cn。 唐铃铛烧鸡烤鸭店,小饭投资,让您轻松当老板。 在甘肃省清阳市的镇原县,有一个叫季文心的人,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 可是呢,他却喜欢画画,而且花了五年的时间画一幅画。 有人说他疯,有人说他傻,但是更多的人都对他翘起了大拇指。 那么这个鸡文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,他到底在画什么东西呢?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镇原县去看一看。 在甘肃省清阳市镇原县,我们的记者找到了备受议论的焦点人物,鸡文心。 走进他的这间小房间,看到一屋子全是鸡大哥自己画的画。 不过呀,我们听老乡说,他有一个花了五年时间才画成的宝贝。 那么,鸡文心的这个宝贝在哪呢? 诶,大哥,那你那个那么长的那幅画在哪啊? 哦,在这儿啊,哦,在这儿。 在这儿。 床底下啊? 哦,床底下,这就是一卷子。 这就是? 哦,这就是一卷子。 嗯,这就是一卷子。 那可能现在能怎么开吗? 哎,现在这样看。 这幅画究竟有多大呢? 真有鸡大哥说的那么夸张吗? 我们来到了一个篮球场。 看,这就是他的宝贝。 这是一幅巨型画作。 它全长有一百四十米,宽越一米。 大家要想看完它,估计也就花了好长的时间。 像这样的一幅巨型画,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画出来的呢? 因为我家里是农村,我也是一个农民。 鸡文心一家生活在甘肃省青阳市镇远县的七里河水。 鸡大哥呀,从小就喜欢画画。 每天忙忙的农活,他就会皮皮画笔画点什么。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,突然它产生,创作这么一幅长卷的念头呢? 雖然鸡大哥从来没有到过首都北京。 但是,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,他依然满滑着热情,想要为北京奥运会做点什么。 我们期间就跟我们黄牛老黄牛一样,他们都是默默奉献,买钱挺薄,对我们应该去赞扬他们,给他敬意。 鸡大哥下定决心,他用自己最擅长的工笔画,描绘身边的生活,描绘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。 对我来说,我也很喜欢画木担。 这个木担,我想它会代表我们国家,也会代表我们民族。 它不是木担化是一种富贵化,富贵吉祥之化,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层骄傲。 这个时候,奥运会在我们国家举办,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层骄傲。 有了大致的方向,他便开始在头脑中构想着这幅作品。 鸡大哥认为,这幅画里一定要有怒放的牡丹花和洁白的和平歌。 最重要的是,还要加上北京奥运会的卉卉。 不过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很难的。 刚刚杜比画了一小部分,困难就接踵而至。 当时想的,实实有困难,因为这是一幅大画,在这个小房子确实也不好完成。 想要画成这样一幅画,不但要一间大房子,还需要一大笔钱。 鸡大哥家的生活条件很普通,一厢五口人住在一间25平米的土洋洞里。 空荡荡的房子里,只有一盏25瓦的电灯。 鸡大哥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,他要挣钱照顾常年卧宾赛程的老父亲, 还要给两个孩子上学准备学岁。 而他这五年来画画所花掉的钱,又有多少呢? 这五年来,鸡大哥在画画上花掉的这十万块钱,几乎都是他东一家西一家,从银井的亲戚那儿借了。 村民告诉我们,要是有了这么一大笔钱,可以给家里买一整套时髦的家用电器,或者是发一栋气派的小楼房,也是绰绰有益。 那么鸡横心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来在这边上,这到底是图什么呢? 这次我虽然我是不是一个大发家,或者是什么样的,我从银井的学用我这个特长,用我这个内耗去表达我这次心情。 鸡大哥说了,他花这么大的代价,画这样一幅画是值得的。 虽然,他画掉了一栋二层的楼房,画掉了一套时髦日家具,但是他收获的却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的自豪。 鸡大哥正是用他的行动来感染着大家,让身边的人都一起来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。 能写给2008年这个奥运,表达了农民对奥运的一种热情。 他这一种精神确实令人精神,他挺直,那就够了。 是啊,2008年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。 西文西为奥运会创作长卷的梦想也终于实现了。 他正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祖国对奥运的热爱。 我们相信只要有这份热情,他想让更多的人来支持北京奥运的梦想,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里了,明天的节目会更加精彩,我们一起来看。 天气热,急冰冬,保护健康很重要。 老江说他有高招,到底是什么高招? 这次收看老江的养生秘方。 一群渴望温暖的孩子,一项温暖人心的计划。 一列满载二百万元物资的列车,一次行程万里的爱心之旅。